嗨,这里是大项李循环,大家最近还好吗? 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节目 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讲多情剑客无情剑的第二回 海内存知己 话不多说,书接上文 上一回呢,我们已经讲到了 这个少年人搞到了钱,要请李循环喝酒 那么这一回呢,两个人已经喝上了 场景切换到了马车里 这个时候马车里堆着好几坛酒 这个酒呢,就是那个少年买的 所以喝起来不心疼 他一碗又一碗地喝 而且喝得非常快 李循环呢,就这么瞧着他 眼光中充满了愉快的神色 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少遇见能让他觉得有趣的人 但这个少年却实在很有趣 道路上的积雪已化为了尖兵 车行冰上,纵然是良居也难驾驭 那求然大汉已经在车轮上捆起了几条铁链子 使车轮不致打滑 哎,这就是最原始的防滑链 铁链拖在冰雪上 发出咔嚷咔嚷的响声 两个人就这么你一碗我一碗喝着 少年忽然放下了酒碗 瞪着李循环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上你的马车上来喝酒呢 李循环笑了笑 说道,只因为那客栈已飞酒流之地 少年问他,为什么? 李循环回答 无论是谁杀了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麻烦的 我虽然不怕杀人 但平生最怕的就是麻烦 少年漠然半晌 这才又从坛子里咬了一碗酒 仰着脖子喝了下去 李循环就这么含笑地望着他 似乎很欣赏他喝酒的样子 这个也很好理解 对方和自己都是英雄 自然是英雄 自然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在 过了半天呢 少年喝着喝着 竟然也开始叹气了 他叹了口气 是这么说的 他说杀人的确不是件愉快的事 但有些人确实该杀 我非杀人不可 李循环微笑着问他说 你真的是为了五十两银子 才杀那个白蛇的吗 少年回答说 没有五十两银子 我也要杀他 有了五十两更好 李循环好奇 为什么你只要五十两 少年回答 因为他只值五十两 李循环笑了 说道 江湖中该杀的人太多了 也有些不只值五十两的 所以你以后 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大富翁 我也常常会有酒喝了 少年道 只可惜我太穷 否则我也该送你五十两的 啊 李循环好奇地问他 为什么 少年人回答 因为你替我杀了那个人 那个人是谁呢 如果大家听过第一回的节目 应该依稀记得 就是在少年人背后 准备暗算他的诸葛雷 在关键的时刻 李循环手出一刀 帮少年人解了围 所以这个少年说 替我杀了那个人 指的就是这件事 李循环文言大笑 他说你错了 那人非但不值五十两 简直连一文都不值 他忽然又问道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你吗 少年回答 不知道 李循环就向他解释 他说 白蛇虽然没有杀诸葛雷 但已经令他无法在江湖中立足了 而你又杀了白蛇 那他只有杀了你 以后才可以重新扬眉吐气 自吹自擂 所以他就非杀你不可 江湖中的人心之险恶 只怕你难以想象 少年听闻沉默了两酒 难难地道 有时人心的确比虎狼还要恶毒 虎狼要吃你的时候 至少先让你知道 少年喝下一碗酒后 忽然又接着说道 但我只听到人说虎狼恶毒 却从来没听过虎狼说人恶毒 其实虎狼只不过是为了生存才杀人 人却可以不为什么救杀人 而且据我所知 人杀死的人 要比虎狼杀死的人多多了 李循环就这样凝视着他 缓缓地问道 所以你就宁可和虎狼交朋友 少年沉默半上 忽然笑了 他笑着说 只可惜他们不会喝酒 这是李循环第一次见到少年人的笑容 他从来没有想过 笑容竟会在一个人的脸上 造成这么大的变化 少年的脸本来是那么孤独 那么倔强 使得李循环时常会联想到 一匹在雪地上流浪的狼 但等到他嘴角泛起笑容的时候 这个人忽然变了 变得那么温柔 那么亲切 那么可爱 所以呢 我们经常说 没事笑一笑 对自己 对他人 都释放一个友善的信号 生活中可以多一些快乐 好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李循环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的笑容 能如此使人动心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少年至少长得很帅 第一回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过了 在李循环这样盯着他看的时候呢 少年也在看他 他边看李循环边问他说 你是不是个很有名的人 李循环并没有否认啊 只是笑了 接着说 有名不是件好事 少年说 但是我却希望变得很有名 我希望成为天下最有名的人 他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是古龙借着这个少年的口吻 把这句话非常直白地表现出来 我觉得还是挺动人的 并不觉得俗套 少年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忽然又变得像孩子般认真了 看孩子般的认真 也很可贵 李循环笑道 每个人都希望成名 你至少比别人都诚实得多 少年回答 我和别人不同 我非成名不可 不成名我只有死 李循环听闻 开始有些吃惊了 忍不住问他 为什么 少年没有回答他这句话 目光中却流露出一种 悲伤的愤怒神色 李循环这才发觉 他虽然有时天真坦白地像个孩子 但有时却又是藏着许多的秘密 他的身世如迷雾一般 充满了悲痛与不幸 李循环柔声地劝慰他说 你若想成名 至少应该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吧 这次少年沉默得更久了 似乎要鼓足勇气 过了半天才缓缓地说道 认得我的人都叫我阿飞 阿飞 李循环笑着说 你难道姓阿吗 世上可没有这个姓啊 少年回答 我没有姓 他目光中似乎忽然有火焰燃烧起来 李循环知道这种火焰 连眼泪都无法熄灭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的人 他也实在不忍再问下去了 所以他就没有吱声 谁知那少年忽然又开口说道 等到我成名的时候 也许我会说出我的姓名 但现在 李循环柔声道 现在我就叫你阿飞 少年回答 很好 现在你就叫我阿飞 其实你无论叫我什么名字 都无所谓 李循环说 来 阿飞 我敬你一杯 他刚喝了半碗酒 又不停地咳嗽起来 苍白的脸上又泛起那种 病态的烟红色 但他还是将剩下的半碗酒 一口倒进了脖子里 这一喝酒就咳嗽 不喝酒也咳嗽 动不动就咳嗽 典型就是个肺牢嘛 咱也不知道他得什么病 但是这个一看就是身体很不好的感觉 阿飞也很吃惊啊 就这样瞧着他 似乎想不到这位江湖的名侠 哎 身体这么虚弱 很康啊 但是他也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很快地把自己的一碗酒喝完了 李循环忽然笑着问他说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这种朋友 阿飞沉默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李循环笑着说 就是因为你在我的朋友中 是看到我咳嗽 却没有劝我戒酒的第一个人 阿飞问他说 咳嗽是不是不能喝酒 我觉得阿飞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可爱哦 充分地显露出了 他是一个涉事未深的小孩子 一个少年人 至少古龙在这部作品里面 把阿飞这种很纯真的个性塑造得非常成功 不然他也不会问出 咳嗽是不是不能喝酒这种话了 李循环回答说 对啊 本来连碰都不能碰的 阿飞就纳闷说 那你为什么要喝酒呢 你是不是有很多伤心事 阿飞的话刚一出口 李循环明亮的眼睛瞬间就暗淡了 他瞪着阿飞道 我有没有问过你不愿意回答的话 有没有问过你的父母是谁 武功是谁传授的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阿飞回答 没有 李循环说 那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阿飞静静地看着他 半晌 只是展颜一笑 也不生气 回答说 我不问你 李循环也笑了 他似乎想再敬阿飞一杯 但刚端起酒 又咳得弯下腰去 连气都喘不过来 阿飞呢 就替他推开窗子 想让他透口气 刚刚把窗子推开 结果马车忽然停下了 李循环把头探出窗外 问道 什么事 驾车的囚然大汉说 有人挡路 挡路 李循环皱了皱眉头 什么人 囚然大汉似乎有些哭笑不得 说道 雪人 道路的中央 不知被哪家的顽童 堆起一个雪人 大大的肚子 圆圆的脸 脸上呢 还欠着两颗 没求做的眼睛 很生动啊 然后他们就都下车了 李循环趁机呢 在那儿长长的呼吸 因为他喘不过来气嘛 阿飞却在出神的瞧着雪人 像是从来都没见过雪人一样 李循环望着他 微笑道 你没堆过雪人吗 阿飞回答 我只知道雪是可恨的 它不但令人寒冷 而且令草木果实 全都枯萎 令鸟兽绝技 令人寂寞 饥饿 他捏了个雪球 抛了出去 雪球呼啸着飞到远方 散开 不见了 他的目光也在望着远方 缓缓地说道 对那些吃得饱 穿得暖的人来说 雪也许很可爱 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堆雪人 还可以赏雪景 但对我们这些人 他忽然瞪着李循环 说道 你知不知道 我是在荒野中长大的 风 霜 雨雪 都是我最大的敌人 李循环的神情 也有些暗淡 忽然也捏起团雪球 说道 我不讨厌雪 但我却最讨厌别人挡我的路 他也将雪球抛了出去 砰的一声 击在了雪人身上 雪花似箭 那雪人竟然没有被他击倒 只见一片片冰雪 从雪人的身上散开 霉球也被击落了 圆圆的脸也散了架 却又有张死灰色的脸露了出来 雪里面竟然藏着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死人 死人的脸绝对不会有好看的 这张脸尤其猙獰 丑恶 一双恶毒的眼睛 死鱼般的凸了出来 阿飞失声叫道 这是黑蛇 他怎么会死在这里 杀他的人 为什么要将他堆成雪人 挡住道路呢 球人大汉将他的尸体 从雪堆里提了出来 往地上一扔 蹲下去仔细细地瞧着 似乎想找出他的致命伤痕 李循环沉思 忽然问道 你可知道是谁杀死他的吗 阿飞道 不知道 李循环说 就是那包袱 阿飞皱眉 包袱 李循环道 那包袱一直在桌子上 我一直没有太留意 但等到黑蛇走了以后 那包袱也不见了 所以我想 他故意做出那种发疯的样子来 就是要为了引开别人的注意力 他才好趁机将那包袱顺走 嗯 阿飞点点头 对李循环的这一番分析 表示认同 李循环接着说道 但他却未想到 那包袱净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火 杀他的人 想必就是为了那个包袱 他不知何时 已将一把小刀拿在手上 轻轻地抚摸 自言自语道 那包袱里究竟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他发生兴趣 也许我昨天晚上 本该拿过来瞧瞧的 阿飞一直在静静地听着 忽然问道 杀他的人既然是为人的包袱 那么他将包袱夺走之后 为什么要将黑蛇堆成雪人 挡住路呢 李循环一下子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他发觉这少年虽然对人情事故很不了解 有时候甚至天真的像个孩子 但智慧之高 思虑之密 反应之快 他这种老江湖也赶不上 阿飞说 那人是不是已经算准了 这条路不会有别人走 只有你的马车必定会经过这里 所以要在这个地方将你拦住 李循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却沉声道 你找出他的致命伤了没有 囚然大汉还未说话 李循环忽然说 你不用找了 阿飞也说 不错 人都已经来了 还找什么 李循环的耳力之敏 目力之强 可以说是冠绝天下 但是他实在没有想到 这个少年的耳目 居然也和他同样灵敏 少年似乎天生有种野兽般的本能 能察觉到别人察觉不出来的事 这也很正常 因为阿飞自己说 他是在荒野中长大的 那他一定会具有一些动物的特质 比如说敏捷 警惕 李循环呢 向阿飞头去赞许的一笑 然后就朗声道 各位既然已经到了 为何不过来喝杯酒呢 话音刚落 道旁树木上枯枝上的积雪 忽然扑扑苏苏的落了下来 一个人大笑着说道 十年不见 想不到炭花廊的宝刀依然未老 可贺可喜啊 笑声中 一个颧骨高耸 面如弹金 目光如鹰的独臂老人 已经大步从左面的雪林中走着出来 右面的雪林中 也忽然出现了一个人 这人干枯瘦小 脸上没有四两肉 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似的 阿飞一眼就瞥见 这人走出来之后 雪地上竟然全无脚印 雪虽然已经结了冰 但冰上又有积雪 这个人居然踏雪无痕 虽说多少占了些身材的便宜 但他的轻功之高 也够吓人的了 李群欢笑道 在下入关还不到半个月 想不到金师标局的扎总标头 和神形无影鱼二先生 就全都来看我了 在下的面子着实不小 你看 人有名 树有影 要在江湖上混 你就要有个响当当的名号 像阿飞一样说 你叫什么阿飞 这个听起来就是无名小卒 必须要是小李飞刀 什么金师标局 什么神形无影 就像现在 你要平直称 要有头衔 要是教授 副教授 要是协会的主席 反正就是各种高大上的东西 都往自己身上垒 显得看起来牛逼一些 这个都是江湖中人的生存之道 自古以来 在虚拟和现实的世界中 都是如此 那矮小的老人 阴沉沉的一笑 说道 小李炭花果然名不虚传 过目不忘 咱们只在13年前 见过一次面 想不到炭花狼 竟然还记得我鱼二拐子 这老废物 阿飞这才发现 他竟然有条腿是脖的 他实在想不到 一个轻功如此高明的人 竟然是个脖子 却不知道这鱼二拐子 就是因为右腿 天生残疾 畸形 所以从小就苦练轻功 他是想以超人的轻功 来弥补天生的缺陷 阿飞倒是 不幸对这个老人 产生了一种 很佩服的情绪 李循环微微一笑 说道 两位既然还请来了 几位朋友 为何不一起 为在下 引荐引荐呢 鱼二拐子冷冷说道 不错 他们也久闻 小李炭花的大名 早就想渐渐阁下了 他说着话 树林里 已经走出了四个人来 此刻虽是白天 但李循环 见到这四个人 还是不自觉的 倒抽了口冷气 这四人年纪 虽然全已不小 但打扮的 却像是小孩子 身上穿的衣服 五颜六色 花花绿绿 脚上穿着 绣着老虎的铜鞋 腰上还扎着围裙 四人虽是浓眉大眼 长相宁恶 却偏偏要做出 顽童的模样来 嘻嘻哈哈 挤眉弄眼 叫人看见了 简直连隔夜的饭 都要吐了出来 最妙的是呢 他们的手腕上 脚踝上 竟然还戴满了 发亮的银镯子 走起路来 叮叮当当的直响 求然大汉一见这四人 脸色也立马变得铁青 忽然哑声道 那黑蛇不是被人杀死的 李寻欢道 哦 求然大汉低声道 他是被蝎子和蜈蚣遮死 李寻欢文言 脸色也变了变 沉声说道 如此说来 这四位莫非是苗疆 极乐洞五毒童子的门下 四人中的黄衣童子 咯咯一笑 说道 我们辛辛苦苦堆成的血人 被你弄坏了 我要你陪 陪子刚一出口 他身子忽然飞掠而起 向李寻欢扑了过来 手足上的镯子 如射魂之灵 响声不绝 李寻欢只是含笑地瞧着他 动也不动 但鱼儿拐子却也忽然飞起 半空中营上了那黄衣童子 拉住他的手 斜斜地飞到一边 金师扎猛也立刻大笑道 哎呀 炭花狼家财万贯 莫说一个血人 就算惊人他也陪得起的 但四位却不可着急 先带我引荐引荐 一个红衣童子笑嘻嘻地说道 我知道他姓李 叫李寻欢 另一个黑衣童子接道 我还知道他吃喝嫖赌 样样精通 所以我们早就想找他 带我们去寻寻欢 找找乐子了 剩下的一个绿衣童子道 我还知道他学问不错 种过皇帝老儿点的炭花 听说他老子 和他老子的老子 也都是炭花 红衣童子笑嘻嘻地说 只可惜这小李炭花 却不喜欢做官 反而喜欢做强盗 他们在这里说 别人还没有觉得有什么 阿飞却听得出了神 他实在想不到 他这位新交的朋友 竟然有如此多彩多姿的一生 阿飞不知道的是 这些人只不过是将 李寻欢多彩的一生 说出了一铃半转而已 李寻欢这一生的故事 他们就算是不停地说 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阿飞也没有发觉 李寻欢面上虽然还是带着微笑 但是眼中呢 已经透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像是别人只要一提及他的往事 就会令他心碎 忽然听见鱼二拐子沉着脸说 你们对李炭花的故事实在知道不少 但你们可听过 小李神刀冠绝天下 出手一刀 力不虚发 那黄一童子痴痴地笑道 出手一刀 力不虚发 原来你是怕我 被他手上的那把小刀弄死 回去无法向我师父交代 所以才拉住我的 李寻欢微笑着说 但各位只管放心 在下的第二刀 就不怎么高明了 而一刀是万万杀不死六个人的 他也忽然沉下脸 瞪着扎猛刀 所以各位若是想来为诸葛雷复仇 还是不妨赶紧动手 经师扎猛干笑了两声 说道 诸葛雷自己该死 怎么能怪李兄呢 李寻欢说 各位既非为了复仇而来 难道真的是来找我喝酒的吗 扎猛沉吟着 这 像是不知该如何措辞 鱼二拐子冷冷接话道 我们只要你将那包袱拿出来 李寻欢皱了皱眉 包袱 扎猛道 不错 那包袱乃是别人重托 可给金师标局的 若有闪失 必标局数十年的声明 就此毁于一旦 李寻欢瞧了 黑蛇的尸身一眼 回答说 包袱难道不在他身上吗 扎猛大笑起来 李兄这是说笑了 有李兄在场 区区的黑蛇 怎么能将那包袱拿走呢 李寻欢皱了皱眉 叹息着难难道 我平生最怕麻烦 麻烦为什么总要找上我 扎猛也听不清 他在说什么 接着又道 只要李兄肯将那包袱发还 在下非但立刻就走 而且多少总有一点心意 给李兄饮酒押金 李寻欢轻轻抚摸着手里的刀 忽然笑道 不错 那包袱的确在我这里 但是我还没有想好 是否把它还给你们 你们最好让我考虑考虑 扎猛文言面上已经变了颜色 鱼儿拐子却抢着说 却不知阁下要考虑多久 李寻欢回答 有一个时辰就已足够了 一个时辰后还是在此地相见 鱼儿拐子想也不想 立刻道 好 一言为定 他再也不说一句话 挥手就走 黄一童子忽然咯咯一笑 说道 有半个时辰就可以逃得很远了 何必要一个时辰 鱼儿拐子沉着脸说 小李探花子出道以后 退隐之前 七年中身经大小三百余战 从来也没有逃过一次 他们来得虽然快 退得更快 转眼间已经全部失去了踪影 再听那叮铃光浪的手啄声 也已远在十余帐外 阿飞这个时候很着急啊 他问李寻欢 包袱不在你手上啊 李寻欢说 阿飞说 既然不在 你为什么要承认呢 李寻欢笑了笑 说道 我纵然说没有拿 他们也绝对不会相信的 迟早还是难免出手一战 所以我倒不如索性承认了 也免得跟他们啰嗦 阿飞道 既然迟早难免一战 你还考虑什么 李寻欢回答 因为在这一个时辰中 我要找到一个人 阿飞问他 什么人 偷包袱的人 阿飞说 你知道他是谁 李寻欢回答 昨天那酒店中 有三个京师标局的标头 除了诸葛雷和那赵老二之外 还有一个人 我要找的就是他 阿飞沉默半上 忽然回道 你说的 可是那穿着件紫钝团花皮袄 腰上似乎缠着软鞭 耳朵里还有搓黑毛的矮子吗 李寻欢微笑道 你只瞧了他两眼 想不到已经看得这么仔细 阿飞回答 我只瞧一眼 一眼已经足够了 李寻欢说 不错 我说的就是他 昨天在酒店中的人 只有他知道那包袱的价值 他一直躲在旁边 没有人注意他 所以也只有他有机会 拿那个包袱 阿飞也沉思着回答 嗯 应该是这样 李寻欢说 就是因为他知道 那包袱的价值 所以存心要将之吞没 但是他却怕扎猛怀疑于他 所以就将责任 推到我的身上 他淡淡的一笑 接着说 好在我替别人背黑锅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阿飞道 扎猛他们知道你的行踪 自然就是他去通风报信的 李寻欢说 不错 阿飞又到 他为了怕扎猛怀疑到他 暂时绝对不敢逃走 李寻欢说 不错 阿飞接着说 所以他现在必定和扎猛他们在一起 只要找到扎猛 就可以找到他 李寻欢赞许地拍了拍阿飞的肩头 笑着说 你只要在江湖中混个三五年 就没有别人可混的了 以后 若我们还有机会见面 希望还是朋友 他大笑着接道 因为我实在不愿意 有你这样的仇敌 阿飞静静地看着他 忽然问 你现在是要我走吗 李寻欢道 这是我的事 和你并没有关系 别人也没有找你 你为何还不走呢 阿飞问他 你到底是怕连累我 还是已不愿意和我同行 李寻欢的目中流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 但还是微笑着说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我们反正迟早总是要分手的 早几天迟几天 又有什么分别呢 阿飞沉默着 忽然从车厢中倒了两碗酒 他对李寻欢说 我再敬你一杯 李寻欢接过来 一饮而尽 慢声道 劝君更敬一杯酒 鱼耳同宵 万故愁 他想笑一笑 却又弯下腰去 不停地咳嗽起来 阿飞又静静地望着他很久 忽然一句话也不说 转过身去 大步离开 这时天边纷纷落下雪来 天地之间安静的 甚至可以听到雪花 飘落在地上的声音 这幅画面刻画的还是非常美的 把无声的 简短的 令人心碎的离别 描写得非常动人 李寻欢看着这少年 坚挺的身子 在风雪中渐渐地消失 望着雪地上的漫长的 孤独的脚印 他立刻又倒了碗酒 高举着酒杯 说道 来 少年人 我再敬你一杯 你可知道 我并不是真的要你走 只不过你前程远大 跟着我 永远没有好处的 我这个人 好像已经和倒霉 麻烦危险 不幸的事 交成了好朋友 我已经不能再交别的朋友 可惜的是 阿飞已经听不到他的话 那求然大汉 始终就像石像般 站在一边 既没有说话 满身虽已积满了冰雪 也绝不肯动一动 李寻欢又饮进了杯中的酒 才转身望着他 说道 你在这里等着 最好将这条蛇的尸体也埋起来 我一个时辰 就会回来 求然大汉 垂下了头 忽然说 我知道金狮扎猛 所以掌力雄魂成名 但却不过是偷有虚名而已 少爷 你在四十招内 就可以取他手机 李寻欢淡淡笑道 也许还用不着十招 求然大汉又问 那鱼二拐子呢 李寻欢说 他轻功不错 据说暗器也很毒辣 但我还是可以对付他的 求然大汉又问 据说极乐洞门下 每人都有几手很邪气的外门功夫 刚才看他们出手 果然和中原的武功路数不同 李寻欢笑着打断他的话说 你放心 就凭这些人 我还没有放在心上 求然大汉的面色却很沉重啊 他缓缓地道 少爷也不用瞒我 我知道此行 若非非常凶险 少爷绝对不会让 让那位非少爷走的 李寻欢板起脸来 说道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多嘴了 求然大汉果然不敢再说什么 只是把头捶得更低 等他抬起头来时 李寻欢已走入了树林 似乎又在咳嗽着 这断断续续的咳嗽声 夹在风雪中 实在令人听来心碎 但风雪终于也连他的咳嗽声 一起吞没了 求然大汉的泪中泛起了泪光 黯然道 少爷 咱们在关外过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又要入关来受苦呢 十年之后 你难道还忘不了他 还想见他一面 可是你见着他 还是不会和他说话的 少爷 你这又是何苦呢 这个求然大汉 显然是知道 李寻欢感情生活的内幕啊 具体是什么内幕 我们现在不透露 往下慢慢地讲 自然而然就会揭晓了 李寻欢一钻进树林 那种懒散落寞的神情就完全改变了 他忽然变得就像一条猎犬那样 清洁 脚健 他的耳朵 鼻子 眼睛 他全身的每一根肌肉 都已经有效地运用起来 雪地上 枯之间 甚至空气里 只要有一丝敌人留下的痕迹 一丝异样的气息 他都绝不会错过 二十年来 世上从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他的追踪 他行动虽然快如脱兔 但看来并不急躁匆忙 就像一个绝顶的舞蹈者 无论在多么极重的节奏下 都还是能保持他优美柔和的动作 其实呢 我觉得古龙通过这一段描写 已经把他想要定位的 李寻欢的一个基本的 性格和气质上的人设 描写得很清楚了 那就是一个优雅的浪子 是一个非常优美的 很有修养的 让大家感觉很有绅士风度的 一个侠客的形象 或者说是浪子的形象吧 十年前 当他放弃了他所有的一切 黯然出关的时候 也曾路过这里 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他记着这附近有个小小的酒家 远远就可以看到那高悬的青莲 所以他也曾停下车来 去喝了几斤酒 酒虽不佳 但那地方面对青山 金带绿水 春日里的游人很多 他望着那些欢笑着的红男绿女 一杯杯喝着自己的苦酒 准备从此向着十丈软红告别 这印象令他永远也不能忘怀 现在 他想不到自己又回到这里 经过了十年的岁月 人面想必已全非 昔日的垂条幼女 如今也许已经嫁作人妇 昔日的恩爱夫妻 如今也许已归于黄土 就连昔日的桃花 如今已被掩埋在冰雪里 这呢就是世事无常 可是李寻欢在内心希望 那个小小的酒家依然存在 他这么想呢 倒并不是为了要捕捉往日的回忆 而是他认为金师扎蒙 他们说不定会落脚在这家酒店里 冰雪中的世界 虽然和春风中大不相同 但他经过这条路时 心里仍然感觉到一阵阵刺痛 财富 权势 名誉和地位 都比较容易舍弃 只是那些回忆 那些辛酸多余甜蜜的回忆 却像是沉重的枷锁 是永远抛不开 甩不脱的 李寻欢自怀中摸出个扁扁的酒壶 将壶中的酒全部灌进喉咙 等咳嗽停止之后 才再往前走 他果然看到了那小小的酒家 那是建筑在山脚下的几间厂轩 屋外四面都有宽阔的走廊 珠红的栏杆 配上碧绿的纱窗 他记得春日里这里四面 开遍了一种不知名的山花 缤纷富裕 以着珠红的栏杆赏花饮酒 淡酒也变成了佳酿 如今栏杆上的红漆已经剥落 红花也被白雪代替 白雪上车折马蹄纵横 还可以听到屋后 由马斯声随风传出 李寻欢知道自己没有猜错 扎猛他们果然落脚在这里 因为在这种天气 这样的地方绝对不会有其他游客的 他的行动更快 更小心 静静地听了半声 酒店里并没有人声 他皱了皱眉 剑一般地窜了过去 到了镜前 就可以发觉这酒店实在静得出奇 除了偶尔有滴滴的马丝外 别的声音一丝也没有 走廊上的地板已经辅旧 李寻欢的脚刚踏上去 就发出咯吱的一声 他立刻后退了十几尺 但酒店里仍然一点动静也没有 李寻欢微微一沉吟 轻快地绕到屋子后面 他心里猜测 也许金师扎猛并没有回到这里 可是他却立刻就见到了扎猛 扎猛竟然正直着眼睛 就这样瞪着他 他的眼睛几乎完全秃了出来 淡金色的脸 看来已经变得说不出的猙獰可怕 他就站在马厩前那根柱子旁 马厩里的马在低声嘶吼着 踢着脚 扎猛却只是站在那 既不出声 也不动 就像是个泥塑的 还未着色的人像 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 说道 想不到 他只说了三个字 就立刻停住了嘴 因为他已经发觉了扎猛 再也听不到任何人说话的声音了 好了 第二回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